今天我的主题要讲 很多人会问我 Annie啊 你是做电话行业的 那么为什么今天 你会附态在BE 你自己的生意你都不要去做 你是被洗脑了是吗 有没有 有一些人会这样问啦 就问我你是不是 被洗脑啦 自己生意都不要做 那么我是从事电话行业有18年了 曾经有开过9000电话店的 那么今天呢我真的是 全职在BE 全职在BE 那么对一些人都会觉得 很奇怪 很奇怪 为什么你自己的生意你不做 那么跑来做BE呢 讲真 我也是很感谢啦 讲真我在BE是三年了 如果我当初 没有 没有所谓的 被洗脑 我看我现在也是 都蛮辛苦啦 讲真因为现在这样子的 疫情啊都蛮辛苦 真的是很感谢我自己啊 三年前 做对了这一个选择 真的是三年前做对了这一个选择 那么 讲BE呢 BE是一间传销公司嘛 是一间传销公司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传销这一个行业 一定是 就是人家会想到很多不好不好的东西啦 就可能是 会被你 买化的 会被你盹化的 会 会 六十风高的 抓到你就不让你走的 我不知道啦 因为我一路来没有 没有传销的经验 我从来没有传销经验 因为我已经做电话都18年了 那么我完全没有传销经验 我不知道 所谓其他的传销公司的做法 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 我在传销是 白纸啦 可以讲是一个白纸 那么我加入BE是大概三年多 OK 那么如果真的是 传销那么恐怖 那么我很 我很豪彩 我很豪彩 我真的是 一进就进到一间 非常 正亏的公司 一进就进到一间 非常正亏的公司 那么我不知道 其他的公司是怎样的 我不懂 我也没有被人家逼过 我也没有被人家 说要拿 几十钱出来 顿货 都没有 我都没有 那么 就可以说是很豪彩 对不对 很多人的观念 传销是可能是很恐怖的一个行业 还是 觉得是 没有读书的人做的 还是 觉得是那种 走投无路的人做的吧 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的感觉吧 那么 我在这边 我说 如果大家有机会 请你们 重新重新的 了解 重新重新的了解 重新的了解 不要太主观 重新的了解 那么 就是当初 我也是给了自己一个机会 来认识到这间BE公司 那么 那么我是怎么样加入的 那么其实 我的上线就是以前我的stuff来的 他帮我做电话的 我的stuff 你看这个行业 很奇怪的 他真的可以 你看那个stuff Hebitan 我的上线是Hebitan 他是以前帮我打工的 那么是他介绍我这个生意的 就是说连stuff 都有recruit老板娘进来的 奇怪吗 很奇怪 Hello Anson Hello Anson 我也是刚刚 听完你的分享 刚刚听完你的分享 奇怪吗 很奇怪是吗 那么我就进来 也不会 什么也不会 就跟着的去做 因为 我在这个 传统生意 我已经是 feel到 越做越辛苦 讲真的 我是feel到 越做越辛苦 其实在三年前 我就feel到了 不要讲现在 现在更不用讲了 三年前 我已经是feel到 很辛苦做了 那么 就说 就来找一个 Plan B 找一个Plan B 真的是非常感恩 BE的 Founder Ir的学生 胡惠君 跟 Diger J 真的 非常感恩 你们 开了 这一个 BE的公司 也让我是一个在传销 白纸的一个人 都可以 在这边 有一番的 小小的成绩 讲真 那么 讲真 在我的 团队里面 你也可以 recruit到 很多很多很多 很厉害的人 我一些主员 还比我还厉害 我一些下线 还比我还厉害 有律师 还是有达特 还是那些 教授 读书读蛮高的人 都加入BE 那么你想一下 我们如果今天 在做生意 你怎么可能 把这一群 这么厉害的人 跟你一起做这个生意 比如说你在外面 你自己开生意 厉害的人 通常他都不会 他都不会跟你合作的 我觉得 他自己都觉得 他自己是厉害的人 他是厉害的人 他都可以自己去做 都不需要跟你合作 对不对 传统生意是这样 那么如果你教会了 讲真 他可能就在你的 隔壁开 对面开 不可能会跟你合作的 但是我进到来BE 三年多 他让到我 看到什么分别 传统 跟这个所谓的BE的事业 有什么分别 其实真的蛮大分别 真的 真的蛮大分别 没有啦 Anson哪里很厉害 在BE都不需要厉害的 厉害反而做不到 在BE你不需要很厉害 如果你太厉害 你做不到的 因为太厉害的人 你会想很多东西 你想很多东西 你就有很多的 个人想法 个人想法你进来做就做不到的 他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事业 你只是要跟住话了 你知道吗 在BE我做得很轻松的原因是什么 我自己的生意 我需要想办法 这样做 那么还要很大的 capital 因为我曾经开过9间电话店 那么还有 staff 租金 这些不用讲了 这个我相信 是老板都知道那个问题的 都知道的 当时 当时我是做到很压力 已经做到是 透不到气 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 我一定要想办法 去改变 一定要 我一定要 那么 很多人可能在他的处境 可能生意上 工作上 他有遇到问题 但是他觉得 是 是这样的 哎呀 都做了18年了吗 还可以怎样 还可以怎样 都是这样了 老本行 就是一定要在自己老本行做的 突然去变 很奇怪 不熟不做的 不熟怎样做 通常会这样想 但是 我在比喻讲真 好彩我坚持这三年 Hello Louis 你也进来听 对呀 你看好像Anson这样 他说他骑脚车 骑脚车做BE的 这个Anson 骑脚车做BE 今天都可以在BE 买到他的梦想车 梦想物 超年轻的 这个Anson 超年轻的人 所以人家讲成功可能是 要年纪很大 年轻的人不用想成功 不可能成功的 要年纪很大 40岁 以上 你才可以成功的 但是在BE你看 真的是无数 年轻的也有 就像中年的也有 大年龄的也有 60多岁的也有 甚至有的80岁的也有 代表了什么 这个生意是非常非常容易做 就是跟着去做而已 那么 他让到我 会 更加 用心的去做 是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的是 Paxi Income 讲真 我肯进来BE 全情 就是全魂全灵的 投入 我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他 可以有 Paxi Income 大家知道什么 叫Paxi Income Paxi Income 就是说 以那个叫做 被动式的收入 OK 被动式的收入 对亚兰民地 成功 不分年龄 这个是我进到BE才体会到的 如果在 在 做生意 我们是觉得 一定要有一定的经验 还是一定要做生意 很久的人 才能够成功的 但是进来BE 他真的是 真的没有分 太夸张 真的是没有分 那么 我觉得 在BE里面 我要的就是一个 Paxi Income Paxi Income 就是说 人家每次说 手停口停 就好像现在 很多行业不能做 就是手停口停 那么我想一下 我们现在还年轻 还可以 然后可能这个月不做 无所谓 下个月做又有钱 但是你有想一下 如果日子一长了 今年你50岁60岁70岁80岁的时候 除非你的 你的那个老本要收好 除非你老本要很够 很够你 很够你花到80岁 那么经过膨胀 大家都知道 东西只有越来越贵 屋子只有越来越贵 车子只有越来越贵 交易费只有越来越贵 那么如果我们本身 那个老本 老本真的处不够的时候 那么将来生活会怎么样 将来生活会怎么样 这个是我比较 担忧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人都是靠自己 可能有的人说 哎呀不用紧 我有孩子养我 我有女儿养我 当然有孩子照顾 有女儿照顾 那个是最幸福的事 那么我觉得 如果是靠自己 是比较 安全 安全一点 所以我投入BE 只有一个目的 它就是会有这个 被动的收入 我其实我加入BE 我记得我用 我是2017年 8月加入BE的 2017年8月加入BE的 那么 在 我只是用了 11个月的时间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非常非常 可观的收入 当然我不方便在这边透露 非常可观的收入 那么 就一直就会看到 那个整个 倍增 那个倍增 倍增的收入 那么团队就一直在倍增 甚至可以 框到 外国去 那么我在心想 我做了电话行列18年 为什么我做来做去 都是在那个 mall里面的 我用了18年 做来做去 为什么会在那个 mall里面呢 这样奇怪的 但是这个生意 我真的是用很短的时间 大概我用11个月的时间 我就得到一个非常 客观的收入 真的非常感恩 那么 到现在已经是三年多 那么也看到 很多加入 BE的人 不只是 不只是我的团队 其他的加入 只要加入BE的人 你们都会看到他们的生活 得到改善 因为加入BE的人 现在太多 是那种 太多是那种 生意人 太多那种 Dartin Dartor 太多 太多 这样的人 太多了 已经太多了 那么我又回头一想 是不是那些人 也全部被洗脑进来呢 会吗 因为人家很喜欢说 你是被洗脑的 你 好心 不要去给人家骗 到时还不是 叫你搬到一大堆话 回来 但是其实讲真 如果有做真正在做BE的人 他们就会知道 是完全 没有盾化 没有capital 什么都没有 那么你再去看一下 这一般 这一般 就是生意人 那么 就是那些 专业人士 还是那些Dartin 我相信这一群人的 知识 都不会比普通人低的 都不会比普通人低的 那么 为什么 我们 这样子包括我也是做生意 为什么我会付他在BE 当然我们是看到 这一边的魅力 当然我是看到 他比我9000电话店 大的生意 我才来的 你看我样子也没有白痴 对不对 你看我样子也没有说 撞到脑啊 白痴白痴吧 有没有 在线上大家看 我样子有没有 白痴白痴 自己生意不做 跑来这边做 当然我是有看到他的 倍增 倍增是传统生意真的是 无法拿到的 OK 那么 即使你今天建立了那个团队 以后将来 将来 你会有一个 被动式的收入 你会有一个 被动式的收入 就是 不会面 面临到 守庭口庭 不会面临到 守庭口庭 只要你组织一天的在走动 你依然会有收入 你依然会有收入 那么如果 你说今天 你有心有力的时候 为什么不去建立这个行业 这个 自己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国王 自己的一个国王 所以我用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 所以 撑MCO 也比较得空 也比较得空 所以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好像 你看 这边 很多的领袖在这边 都各个的成功 那么 我看以前 我们加入三年前 加入的人 今天全部都上了 RCCA 都上了 RCCA 那么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荣耀 其实是 我真的很感谢 BE 我是一个真的是 在传销是一个零经验 但是我可以融生 BE最高阶级的 RCCA 这个是 BE颁给我的 这一个 这个荣耀 这个RCCA 那么 这个RCCA 就是我们 BE最高阶级的 就是 百万 百万 那么在BE 都已经有40位了 百万 那么这40位里面都是来自不同的背景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 Amy因为你做生意 可能你就特别 人脉特别好 你做生意的人 你人脉特别好 你认识人特别多 那么我们不认识人的 我们很难去做这个生意的 你没有试过你哪里知道 对不对 你没有试过你哪里知道 即使你现在的环境都那么辛苦 为什么你不要去尝试一下 我是一个生意人 我都 敢敢做一个选择 投入在BE 因为看到了 机会就要快快抓 因为不是每个机会 会等到你 想了 心情好了 Happy了 才来的 没有了的 等到你来 等到你来 已经没有了的 因为BE他是做一个国际生意 70亿人口 70亿人口 所以这个生意真的会发展到外国区 所以我是觉得真的太奇怪了 这个生意 那么现在 MCO又不能出去 都可以经过什么 online 所以你一定要掌握好 online 因为所有的生意现在都 搬上online 你必须要掌握好 那么都可以经过zoom 交谈 那么你看 在家我们都可以传达消息 至于现在 你们要看多么发达 现在多么的发达 如果你不把这一套功夫学上来 还是用自己的劳力去做的话呢 那么你就会一直很辛苦 所以你今天你可以想一想 再想一想 你做的那份工也好 还是你现在目前一些老板 在做这生意 都很辛苦的时候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为什么做了这么久 还是那么辛苦的 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在那边做 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 try一下 新的东西 try一下新的东西 即使讲真的 如果今天你真的是给那个人来洗你的脑 如果洗到能够改变到你的生活 真的不妨给他洗一下 如果他洗你的脑 要你拿几十千出来做的 那么当然 我们也不是傻的嘛 你叫我拿我就拿 我也不可能会拿 所以我觉得 大家都有判断能力的 大家都有判断能力 BE确实是一个很正亏很正亏的 一间传销公司 也栽培了40位的百万皇冠 OK 就算你看连一个年轻人 Anson 踩脚车罢了 以前 踩脚车的 一开始踩脚车的 都可以成功 一些我们看到 还有一些做 卖贵的 卖贵的Auntie 也可以成为百万 所以你觉得是很难吗 他绝对不会难 只是你真的要用心去做而已 用心去做 用心去学 那么当然你问我 做比翼 是不是很容易 我觉得很难 我可以跟你讲 他不容易 他也不太难 但是如果你要我相比 我做生意的 你要我相比 做生意跟做比翼 我是觉得做比翼是 太容易了 相比生意人 太容易了 因为他 完全不用本钱 完全不用本钱 对我们生意人 是已经是 赢到完了的 又不用给租金 又不用 出粮 不需要的 你旗下的 你旗下的每一个 每一个下线 每一个组员 你都不需要出粮给他的 比翼会出粮给他 你不用出的 所以 对一起生意人 是最容易做的 那么如果 最打工的人 就有一点的难度 为什么 因为打工的人 是很容易的 打工的人 就是每天 只要准时去做工 放工 公司叫你做什么 老板娘叫你做什么 你做就对了 你做就对了 你就是跟住那个 公司给你的方法 还是 还是你老板说 今天你这个report要交给我 5点要交给我 你就5点叫report 今天你要 10点关门 你就10点关门 那么 他会比 那么做工事比较容易 对不对 非常容易 因为你跟住老板 叫你做的东西 你做完了吗 你不用去想太多东西的 就是去做而已 但是在BE 可能你 比起打工 他会难一点 他会难一点 因为他需要去 大量的分享的 他是需要大量的 做sharing的 这样子 只要你大量的 做sharing 你一定能够做到 是时间长 还是短 在这三年里面 我看到的 有的人会很快的速度 有的人真的 那个速度很快 有的人 他速度会很慢 但是到最后 我还是看到他做到的 所以起码 他在这里的收入 一定比他打工好 一定比他打工好 这个我可以 我可以大声讲 在BE 你要赚几千块 是很容易的东西 简直是很容易的东西 在BE你要赚几千块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他不会太难 他时间是非常自由 因为没有老板的 你自己要自律 他没有老板 你去sharing也好 你不去sharing也好 没有人会管你的 但是如果你要好的收入 你就一定要很努力的去做 所以人家说 天下没有 白费的午餐 哪一行业都好 你都要努力的去做 但是这一个行业也是做 为什么我会选择一个 是因为将来 我老了过后 我会有 Paxi Income 这个是我今天 会要进来 放弃我的 电话行业 要进来这边 建立我的这个 王国 就是为了 将来我老的时候 我会有这个 被动式的收入 老了你都知道 哪里还有精力 跟力气去工作 但是你依然要升华 你依然要升华 对不对 升华水准会通过膨胀 那么 那些钱哪里来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那些钱会从哪里来 就是我们的劳本 可能我们的工资金 可能你自己有收到一点 那么 够用到多少 够花到多少 那么你要去算一下 你要去算一下 我们平均来算 80岁好吗 平均来算一个人 的生命 80岁好吗 你想一下你今年几岁 好吧 通常你会在 50岁 55岁退休 你退休了真的是手停口停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相当 相当危险的东西 那么 做生意 你都知道 如果 有人帮你经营 会吗 你想一下 会有接班人吗 帮你经营 工人 给你做了一段时间 都应该会 自己去开吧 我觉得 工人给你做了一段时间 都会自己去开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 一个限迹 那么 三年前 如果我真的没有做到这个选择 我相信 我现在 真的是 蛮辛苦 你看现在 MCO 我的店又在两个 两个星期没有开 两个星期没有开 还要给租金 还要给租金 那么 工人呢 你都要出给他嘛 最起码没有commission 都要basic 都要出 所以 想到真的很怕 真的想到很怕 所以 真的非常感恩 BE这间公司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做这个分享 希望大家 MCO在家 难得有机会 就来了解一下 这个BE的事业 了解BE的事业 它不只会让到你 只是 赚钱 坦白讲 它会让到你整个人的格局 想法 都会upgrade 整个人的mindset 都会去upgrade 因为 它跟传统生意的行业 你完全是 道反的 但完全是道反的 那些做法 是道反的 你会很尽力去帮你下面的人成功 你才可以成功的 那么传统生意 不同 传统生意 你把它带到很成功 他就会 求黑雷 人家讲 你把它带到很成功 他就会求黑雷 所以 他的 那个性质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性质 完全 是不一样的 在这边 你是要找他 找到很厉害的人 你要把他变到很厉害的人 你才可以成功的 对不对 传统生意 如果这边有做老板的 你们自己会知道 如果你把他 把你的那个下属 变到很厉害 你怕吗 你会怕的 但是这边不是 我们会把 我们的下面的 领袖 变到 很厉害 最好他是厉害过我们 最好他是厉害过我们 所以 分别性质就在这里 分别性质就在这里 所以说 不妨可以试一下了解 加上是70亿人口的生意 还不够大吗 70亿人口 还不够大吗 现在 美质 是个国家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文莱 香港 Coming 我们会开印尼 Coming 我们会开印尼 所以那个市场 还很新 当然 没有开发的国家 有没有开始在做 有 有开始在做了 好像 澳大利亚 台湾 都有人的 所以你觉得很奇怪吗 那么我们又没有办法见他 投过zoom 你都依然可以把生意 带进去 所以 这个就是让我会放弃 我的 传统生意的原因 他可以做到 全世界的生意 他可以让到我将来老了 有一个 被动式的 被动式的 收入 被动式的收入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不要忘记 每个人都会老的 每个人都会老的 当你老的时候 你没办法工作的时候 谁养你 这个你要很考虑 很清楚 谁养你 对不对 谁养你 Henry 我要做泰国生意 可以啊 B 可以做泰国生意 全世界的 只要 你能够把那个 stock寄出去 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 不需要等B 开发 你都可以 去做 所以我也在这边 很多以前电话行业的 的伙伴 就是以前 他批电话给我的 还是以前一起做电话的 很多都其实都加入了 很多都开始加入 B了 讲真 那么其实在 三年前的时候 一些我有分享 他们都不是太认同的 都会拒绝我的 讲真 但是三年后的今天 很多都加入了 所以 只要你去分享 没有问题的 他今天不要 不代表 他以后不要 因为很多时候 你看到的东西 未必 他们看到 他们 不加入 是因为 还没有看到 你就要用心的 让他们看到 这个生意的魔力 就是这么简单 不需要说 今天我去做sharing 给他 他不要 我就很伤心 很dow 他reject我 有 这么这样的 不如你去想 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不 你不 让他看到 还是 为什么 你还没有 让他看到 你这样子想 我觉得你会更舒服 你会更舒服 人家拒绝你 不是他 他 他一定有他的想法 他拒绝你是 可能他觉得 现在我不需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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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我老公 生意很好 我自己生意很好 我打工 可能他目前 状况 还很不错的状况 可能他不要 但不代表 他以后不要 所以我觉得 坚持分享 是最好的一个 成功的 钥匙 坚持分享 是一个 成功的钥匙 但是 很多生意人 都看到的生意 你就一定要 打开你的 视野 因为通常生意人是比较厉害算的 通常是比较厉害算的 你就要打开你的视野 来 听一听这个生意 我绝对不会 我说绝对不会让你觉得是 白费 你听了觉得不适合你 那么 都没有问题 我们不会落着风高的 你放心 这个东西 好不好 这个直播 最重要是要传达我的心声 为什么我会全职在BE 为什么生意人会加入BE 为什么 一般的专业人士会加入BE 为什么BE在三年会那么的火爆 当然他的 整个marketing plan 是非常非常 powerful的 我只能够讲这句话 因为他可以做70亿人口 是非常非常 powerful的 不然我不会放弃我的 传统生意 加入BE 这三年里面 我讲成 我过得非常好 我在这边 也要再一次 感谢BE的 Founder I Ali 学生 Ms. 和 Digate Kelenil 我非常感恩 你们建立了这个platform 让很多 辛苦的人 进到来BE 都改善他们的生活 很多家庭主妇 可能也没有能力 去做工 但是进来BE 都可以 找到他们的生活费 我觉得 非常好 最起码 家庭 都不会为了钱吵架 这个是 我觉得对社会是蛮有贡献的一样东西 因为不用本钱 家庭主妇就能够做 对不对 那么很多那些可能都数不高的 可能也能做 因为连很厉害的人都来了 连很厉害的人都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有贡献的一个行业 你可以看到我旗下 一些 可能是 家庭主妇 我看到他们的生活改善 这样子我真的很开心 在我传统生意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可以做多一点 没有办法做多一点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早上10点 给你做工作到10点 他们要顾孩子 但是这个行业它可以 因为它是自由的 时间自由的 你要今天去见几个人 你喜欢 你今天要去做 sharing by zoom 你可以 by电话 可以 还是怎么样 都没有问题 所以 你可以家庭 跟事业 都能够兼顾得到 都能够兼顾得到 所以好吧 今天我分享 就到这里 我也不要太啰嗦 希望在 线上的人 还是Facebook 有听到 我这个sharing的人 你们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了解 BE的生意 为什么 生意人都会放弃 自己的行业 而加入BE 因为 1ver1 account 对 因为1ver1 account 还有将来 老了 我会有 被动式的收入 所以我Amy 才加入BE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今天 进来 听我的分享 OK 大家加油 希望2021年 大家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年 OK 拜拜 by bwd6 by bwd6